之前我長期都在台大法律學院教學 進行學術研究 其實我在學校裡面 一方面教學另外一方面 其實也非常積極的參與國際的學術活動 所以我在過去漫長的時間裡面 常常到國際的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或是到幾個國際知名的大學 擔任短期的講學 那有一些甚至於有長達半年的這樣的講學 這裡面包括了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哈佛法學院 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 那澳洲的莫歐本大學 許多知名的大學 那我都有機會去授課 那把台灣的這個民主轉型 憲政發展的經驗 能夠跟全世界能夠分享 那大家所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101年確實是有到浙江大學的官華法學院去 那那個是在100年的12月19日到101年的1月15日 這總共大概27天 那我去浙大做什麼呢 因為浙大的這個副院長朱欣立 朱教授 他是研究行政法的 他一直對 對葉教授的行政法的一些理論 很有想法 很希望能夠有一些討教 那也希望能夠加會他們的學生 所以他在他所開的課 事實上並不是我開的課 是他所開的課裡面 他就邀請我去 在他的課堂裡面 那能夠跟同學們上課 那這樣 就這一段時間 就這段時間 在浙大官華法學院裡面 那有參與了這樣短期的講學 那這樣子的短期的講學 完全合乎 完全合乎教育部的規定 而且在當時我是一個陽春教授 我沒有兼任任何的行政職務 事實上大家在座可能都了解 我在2002到2006 當時在借調到行政院 2006我就回到了台大 那回到台大法學院 2006一直到我來內政部之間 差不多有10年的時間 那我是專心的做學術研究 尤其是推動國際的學術合作 所以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台灣的憲法變遷 然後用英文這個住宿 然後跟國際界交流 那也這段期間覺得是滿有成績的 所以這段期間並沒有做 並沒有擔任便室內的行政職務 所以我可以說今天所提到的 在浙大的這個觀念 就只有這一次的 就只有這一次的短期講學 剛才所說的短期講學 那其他就沒有再進行任何講學 謝謝 謝謝 G